在一片树林中,一只科莫多巨蜥正在狩猎一只野马。 科莫多巨蜥准备从野马的头部下手。 于是,巨蜥伸着长长的舌头,试探性地靠近野马的头部。 而野马也没有逃跑。 此时巨蜥的舌头几乎贴在了野马的脸上。 但是面对野马木头般大的头颅,巨蜥实在没有下口的地方。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巨蜥还是决定绕到后面,选择一个好下口的地方,一击毙命。 于是巨蜥慢慢地从前面来到野马的后面。 然而,此时的野马还是没有逃跑的打算,他似乎并不知道科莫多巨蜥的恐怖。 此时的巨蜥已经来得到野马的后侧面,瞄准目标,抓住机会,快速地扑向野马。 只见一口咬住了野马的后腿。 这对于野马来说,简直就是晴天霹雳。 因为科莫多巨蜥最厉害的不是他那强有劲的咬合力,而是他唾液中的毒素。 一旦被科莫多巨蜥咬伤,毒素就会随着伤口注入到血液。 而这种毒素能使猎物的血液无法凝结,血管扩张,心脏血压降低,进而肌肉麻痹,甚至意识丧失。 最后只能成为科莫多巨蜥的猎物。 而此时更多的科莫多巨蜥向着野马聚集。 这对野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。 此时的野马开始拼命地反抗,但因为四周都是树林,根本就很难逃走,最后被逼到一个角落。 巨蜥们趁机开始疯狂地攻击,不停地向野马的后腿咬去。 虽然野马也有用后腿直接攻击巨蜥,但是面对这么多只巨蜥根本起不了作用。 巨蜥们还是不停地攻击野马的大腿。 从视频画面中,我们可以看到野马的腿上已是白孔千疮,真是惨不忍睹。 此时的野马好不容易逃出围困的树林,但巨蜥们却依然没有放过它。 巨蜥不停朝着野马的腿部就发起进攻。 虽然野马不停地反抗,但是除了用后腿不停地踩踏或者用脚踢开巨蜥外,野马拿巨蜥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 巨蜥们还是不停地攻击野马,就是想让野马快点倒下,尽早地享受美食。 随着巨蜥们轮番上阵,野马的毒素很快就起作用了。 只见野马已经倒在地上无法动弹,而旁边的巨蜥们正蜂拥而上。 没一会,几只巨蜥就合力将野马分食。 看完巨蜥猎野马的精彩视频,无疑再次彰显了科莫多巨蜥的恐怖,进展杀戮机器的本色。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? 欢迎您在下方评论留言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,我是老谭。 创作不容易,还麻烦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忙长按点个赞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。 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